各位参加 AIGC实战下一年营的康文生大家好 我是总工资汇的平衡工程师蔡正琳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大型语言模型的概论 就是Language Model 首先呢第一个要先介绍的是什么是图灵测试 假设今天有一个人然后他分别把电脑以及人分别灌在两个不同的房间 然后让中间这一个人去判断说就是他们之间的对答 是不是人让他去判断为人 那假如说他可以把这个聊天的机器人认为他也是判定为人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机器通过图灵测试 好所以这个施测者中间我们叫做施测者 他无法辨认人是机器 他就会认为这个机器拥有智慧 那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 1950年左右的时候由爱人图灵所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如果去辨识是人还是机器人这样子 那这个测试呢就叫做图灵测试 好比如说Apago啊 Google Assistant啊 或是Me Journey以及ChatGPD 都会被认为是拥有智慧的这个机器人 那在机械里面呢我们有分强人工智慧跟弱人工智慧 那强人工智慧呢就是他可以做一般的工作 那弱人工智慧呢就是针对特定的工作 例如说Apago呢他就是只能做特定的这个工作 好那下面介绍一下就是人工智慧 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之间的这个时间 时间轴然后以及说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 在1950年代的时候人工智慧呢最先被提出来 那在1980年代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机器学习 那这个机器学习呢就是那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说可以拿来做垃圾邮件的分类 就是邮件然后他把它分认为一般的邮件 或是垃圾邮件 那在2010年左右呢Deep Learning的这个出现 那他的话呢就是那时候是让机器呢去看这些图 然后如何去辨认是狗还是猫 那机器学习呢在我们把它分成大量的 把它分成三个种类三种 那第一种的话是右上角这个监督室学习 就是透过一些标准答案 就是像大家平常的话有个考试卷 那考试的时候呢你都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这个是监督室学习 那非监督室学习呢就是不透过这个正确 不透过答案来学习 那他可能从中间呢学出一些 找出一些pattern或是规则等等之类的 那强化学习呢就是透过长期的目标来进行学习 那机器学习呢就是让电脑从这个资料里面呢 萃取出这个决策的规则或是方法 那例如说我们今天下面有一个模型 那我们知道进去之后呢他会预测 那预测之后预测的答案 我们就跟正确答案呢做比较 那比较说他到底误差有多少 那今天如果误差太大的话 他就回来继续调整模型里面的这个参数 参数调整完之后我们再进行做预测 然后我们希望说这个预测的答案可以跟正确的答案越接近越好 那在这个语言模型里面呢 我们一般的通常都是给一段这个文字 那其实呢我们直接给模型呢是没办法 模型是AI这个模型呢 AI的语言模型呢其实是看不懂的 所以我们会把它先转成一个token 那什么是token呢 token就是说我们今天把一串四串 就是例如说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然后他总共有十个token 所以他就会根据每个字呢 去这个句子呢去辨认哪些字呢 在哪些地方呢要把它截断 那每个截断的一个地 截断的一个一个的 每一个颜色呢就代表一个token 那标点符号也算在里面 好例如说beautiful的话 就是两个token 好所以我们转成coken之后呢 model还是看不懂 所以我们会经过一个embedding的方式 例如说he made an apple opening address 然后句号 那我们就是经过一个编码0101的编码 我们这个叫做encoding 那下面呢也是一样please write down your address 那这个的话我们也是把它 这个两个都是address 我们就是经过编码 一个是演讲一个是地址 那其实如果把它都是一样的编码的话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呢我们会经过一个embedding的model 那把它转换成有意义的编码 就是把它转换成一串的这个向量 好所以encoding的话呢 我们是把这个物特征或是物件呢 转换成一个公式化的 就是公式化的转换 那embedding是利用深度学习的方式呢 对特征或是物件呢进行转换 好所以我们经过编码之后呢 输入进去这个AI model AI model就会产生出这个文字啊 或是一些自创或token 那它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呢 就是转换成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字 或是说根据我们需要 它可能是转换成一段文章 或是变成一个token 好那在一般的话我们这个模型呢 有分成一个分类 分类模型就是一对一的模型 就是我今天一个物品或是一个东西进去 经过模型之后输出一个答案一个结果 那还有呢 例如说我好几个分类 然后最后呢输出一个结果 然后还有一个结果 然后输出多个结果 一个input 前面这边的话是三个input 最后输出一个output 那右边这个的话是一个input 然后经过模型之后生出 产出三个output 我们叫做one to many 那这个就是特定条件的生成 那这个trap gpt 或是me journey 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给一串这个文字 然后它会产生出一篇文章 或是一张影像 还有一个是many to many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很多的一串字 然后输出呢也是一大串这样子 那下面这边是给三个输入 然后经过模型 三个模型之后呢 应该说模型经过 经过这个模型之后呢 然后产出三个 那这边都是many to many 就是例如说生成句子 或者是文字接龙 那文字接龙的话 它的这个模型呢 就是一个transformer的模型 那这个transformer就是要input 一个embedding到一个encoder里面呢 之后再decoder回来 那比较有名的话 像之前的这个BERT 就是by direction的encoder 它只有单纯的一个encoder的 transformer这样子 那它的话呢 里面就是一个embedding的model 例如说中间这个embedding的model 好 那为什么需要一个BERT呢 那我们是希望说 它可以理解上下文 就今天假设它有上 就是有 例如说我们写一个英文句子 它是这样横的 那希望说它这样子过去可以理解 跟这样子过去 就不同方向子的 都可以理解的话 让它说可以好的理解 不管是单字 或是句子 还有上下文关系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迁移学习能力 就是训练它可以 强大的这个通用语言模型 那透过它学习的这些文本 的资料呢 然后能用在各个这个任务上面 那可能在特定的任务上面呢 那从而节省的在特定任务上 所重新训练模型的这个实践跟资源 那第三点的话支持多语言的处理 例如说它可以处理多种语言 或是它不仅能够学习单个语言的特征 或是说你今天把它做多个语言分析 例如说我今天中文翻英文 或是英文翻中文 或是英文翻德文等等这些 那使得Bud在跨语言模型 还有多个语言模型中呢 能够有非常好的性能 好 再来的话呢我们 介绍一下什么叫做Trap GPT 那Trap的话我们把它分 Trap跟GPT我们把它分开 分成两个一个是Trap Trap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有一个对话式的这样子 那它的话呢就是用来 就是可以跟这个 可以进行沟通 那GPT的话是Generated Pre-trained Transform 那它是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 那它的话就是读了非常多的文本 然后就是它有一个知识的 知识在里面 好 那Trap GPT是OpenAI 所开发的一系列的 GPT的语言生成模型 那它的资料呢 只到2021年以前的这些内容 所以呢在OpenAI 在2020年的5月的时候呢 他们训练出了这个GPT3 那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把这个人的回复呢 加进去 就是ILHF 就是有人类回馈的这个 然后他们就训练出了一个 Instruction的GPT 然后之后到了2022年11月的时候呢 他们在进行的这些安全性的审查 就是说我为了这些 例如说我输入了这些 资讯 然后它这个输出的结果呢 是合理的 甚至说没有太多的偏见 然后在2022年的11月的时候 然后输出就是release的这一些 这一些 这个模型这样子 好那GPT3跟GPT4 其实他们在资料上上面呢 其实差异的非常大 例如说在GPT3 token的话 例如说它这个OpenAI 它去网路上呢 爬了很多的资料 就是这边的话就是token数 大概499 billion这样子 就是一些书啊 Wikipedia啊 还有网路上的一些资料 那总共的话大概740G左右 那在GPT4的话呢 OpenAI 虽然没有公开 不过它有讲说 他们大概给 给这个GPT4的这个 模型大概有多少资料 那在token数的话 大概是20TB 那在资料量的话 大概是40TB 好 那trapGPT的话就是一个 深层的这个预训练模型 这个GPT 那它其实是一个文字接融机器人 那它就是根据每次就是说 你今天 给它一个问题 那它在回答你的时候 它就会根据 这个每个字的几率 下一个字的几率 然后去接融 就是一个文字堆砌的这个 机器人这样子 然后不管是堆砌一个句子 或是一个小短文 或是一篇文章这样子 好 那什么是pump呢 pump就是我们今天 input这个text 然后进到这个语言模型 然后它就产生出这个text 这样子 那这个中间我们 举例这个trapGPT好了 好 我就input一个pump 那我们来举例 AIA的全名是什么 它一开始就会先 吐出这个tai 然后之后呢 后面就是在根据这个 几率呢 最高的是 例如说台湾 这个几率最高 它就会 变成这台湾 后面就是台湾 人工智慧学校 等等这样子 一直接融 接融下去 好 那trapGPT呢 这个人力范围呢 把它规定大概是这三种 第一种呢 是写作文案或是故事 那第二种呢 是程式 或是写一些测试的程式 第三种呢 是做角色扮演跟聊天 这个也是最多人在使用的这个技巧 那目前呢 trapGPT呢 从去年的十一月出来 那十二月有人去做了这个市场调查 到今年的三月 大部分蛮多人都把它拿来做聊天 然后有的人是创作写小说 那有的人是拿来做这个 蛮多工程师是拿来做这个程式语言的 不管是撰写啊 或是说把它做debug 然后或是说把程式语言呢 进行改写 让这个程式语言数 让这个程式呢 可以跑得比较快 然后或是有效率 那有的同学呢 就把它拿来做这个 做学校作业这样子 那有的上班族呢 就把它拿来做这个文案的企划撰写 那甚至有的人是直接拿来做翻译 好 那这个是纽约时报 去年 今年所 讲的这个 深层式AI呢 开始渗透到我们的 不管在工作 生活是娱乐上面 然后这边写了大概三十五个真实案例 这样 那在生活类啊 职业类 或串义类非常多 那 大家可以 就这个里面呢 去参考 这样子 好 那TrapGVT 其实也造成了一些 治安上面的问题 例如说 三星的一些 三星的员工呢 把 就是公司内的这个资料呢 会给TrapGVT 然后变成这个TrapGVT的 训练的资料的来源 这样子 那这个是 资料造成说 他们的这个公司内部的 或者外泄的资料 然后结果外泄出去了 这样 那在日本的话呢 当地的话 其实有 去讨论说 那个TrapGVT 可以用在的这个 范围这样子 他们呢 其实是 在 他们其实是 有 稍微 就是 就是把 这个TrapGVT 去做 就是 也有 好 他们就是把TrapGVT 就是订定了一些规范 在某些情况下呢 是可以使用的 在某些情况下呢 是不得使用的 那 例如说 这个民众的一些 隐私啊 或什么 这个就是 隐私的这些资料 就是不能 不能上到 不能 丢到这个TrapGVT 那 如果是一些 例如说 文件摘要 翻译 还有制作这个 会议记录等等这些 或是说 他要名草案等等这些 就是法条草案啊 这些的话 就可以使用TrapGVT 这样 好 那 在意大利政府呢 其实 一开始 在这个 就直接 明定禁止 就是所有的公务员 使用这个TrapGVT 好 那 例如说 在Apple啊 或是高盛啊 等等这些 他们其实 三星这些 他们就是禁止 他们的员工 使用这个TrapGVT 好 那 呃 我就 有 就有这个人去问这个 访问这个 Tim Cook 这样子 他问他说 你们有没有使用TrapGVT 那 Tim Cook就说 他要使用TrapGVT 那他也 他们这个Apple里面的员工也会去关注说这个TrapGVT的一个发展这样子 好 那 这边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TrapGVT呢可以自然的 它是自然语言的一个生成 那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些翻译 那 或是文本摘要 还有语言这个理解等多个任务表出色 任务表现 那表现上就是蛮出色的这样子 那或者说透过大量的文本资料进行自我学习 那学习的语言就是他有统计的特征 还有语义的关系 那本质呢都是一个文字接融问题 这个文字接融问题就是说 例如说大家都是下一样的Pump 那可是每个人的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一次这个机器就是会去算这个每个字的几率 那这个字的几率可能中间几个字的这个几率呢 就要跟其他的可能不一样的时候 他其实跑出来的这个不管是句子 或是短文文章等等 其实都会不一样 所以即使我们下同样的Pump 例如说你跟你同学都下同样这个一样的Pump 就是说你们问的这个问这个TrapGVD 问的这个 嗯 问的那个问题呢都一样 可是他产出来的结果呢 也会有小小的不一样那样子 那就是因为他是根据几率所生成的这个 呃生成的内容 所以呢他如果 如果同学呢想要训练一个自己的TrapGVD的话 其实他是需要大量的一个资料 还有这个运算的资源 那你们在使用 在丢训练资料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去检查 他有没有可能 这个资料里面的内容可能产生出偏见 或者说有一个以羽翼的混淆 像刚刚的这个Address 可能会有羽翼混淆的问题 好 所以人工之后回答的答案呢 可能不完全是正确的事实 所以大家在产生出来的这个 应该说他生成出来的这个答案 同学们就是还要再进一步的就是查证这样子 那输出的内容可能略带有一些偏见 好 那后续的作业的话 同学就是让同学去想这三个问题 就是大家认为大型语言模型在未来 会有哪些新的应用跟挑战 那你觉得大型语言模型 对人类的这个语言理解 和生成的优势和限制有哪些 那第三个是你如何评断 就是大型语言模型的伦理和社会影响 你就可以想 例如说一些真实性偏见 或是一些就业 甚至面试推增之间有什么 影响 好 那我的部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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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